大家好,我是Nelson 我們現在正在排入Sea Alters Classical 這個Bicycle Event 一個單車,像一個家聯華會一樣 但你可以看一下,就非常之多人 等停車位的那條龍實在太長了 所以很多人都選擇是走路上山 我們終於拍好車了 讓大家看看停車場 我們剛才在那裡一直開過來的 我們都是拍在草地 希望我會找到我的車 我們現在正在走到會場的場地 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已經開始踩單車 應該就是突然間有些比賽的選手 那裡有看到我們品牌Chris King的車 這裡其實是一個在美國很有名的賽車場地 我們現在走很久 都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其實都還沒走到入口 因為我們從山頂的停車場 現在一走呢 都還沒走到這個家聯華的入口 已經辛苦了 我們就進來了 就拿到這條帶了 帶大家現在看一下Sea Alters的環境 其實因為這裡全部都是戶外 對啦 好像我剛才那樣說 因為它是一個 賽車場的旁邊 是有這些BOOF的 那現在來到就是Stagis Power Meter的BOOF 那在這裡我看到 Dior Race的Power Meter 就是雙丙的功率計 那在我面前呢 就是Stagis的Smart Bike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位置去adjust 前後高矮 那這個下關又很低 所以大人小朋友都剛剛玩 那這裡有兩個 有一個放水壺的 上面可以放iPad 這裡可以放你的手機 這裡可以再加一個咪錶 去顯示一些資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它的Power Meter 在市場當中 唯一一個有兩邊的Power Meter Dual Side的Power Meter 其他的Smart Bike 都是由飛輪去計這個Power 但是Stagis這個SB20的Smart Bike 在市場上唯一一個有兩邊Power的Smart Bike 所以都是非常獨特 那這裡可以看到 它有不同的crank size的設定 就由165到175都可以做到 那在這裡顯示的 他們用了Giant TCR 那有他們Ultigua的雙丙功率計 然後這裡有他們最新的Dash L28 那我自己都有用這個Stagis的Smart Bike 去玩Swift 那它獨特之處呢 有兩邊的功率計 然後非常之硬 怎樣沖的時候都不會左搖右擺 還有就算我家人呢 還有兄弟呢 都可以用 因為它調教的位置都有很多 前後左右啊 高矮啊 就算這個Handlebar的前後啊 還有高矮都可以調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Dash的咪錶 這個就是M200 這個size 它有兩個size 一個M200 一個再大一點就是L200 那又是啦 這個好處就是 它展示到的東西非常之多 還有採摩 它是市面上 展示得可以最多 可以容納最多data的咪錶來的 所以我自己都有用的 那可以現在看一下 很多額面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去自己custom 你自己想這個位置擺什麼data 這個位置想擺什麼data 那這個就是L200 那這個就是M200 那給大家看一看 那個size的不同 那我自己就用M200 這裡就有Stages的周邊產品 那全部 有GRX就有啦 Altigua 105 Dual Race都有的 那他們都是有單邊或者雙邊的 那這裡就是他們的 咪錶啦 剛才有說過 M200和L200 M200 Yeah, it's awesome to see you Yeah, thank you 上面那裡呢 其實是一些比賽的場地來的 那應該就是玩mountain的 mountain bike比賽的場地 那這裡有giant的booth 然後這裡還有E13的booth 那我現在進來E13的booth 那有他們的link啊 然後後面這邊 就有很多他們的飛鱗 啊,刺片 非常之七彩 有他們的刺片 這裡 然後定鏈器 他們的飛鱗 然後他們的餅 那這一邊呢 就是他們的新宿的系統 那現在就甚至有不同的顏色 就是鵝頸啊 車頭啊 車頭柱啊 還有handle bar 然後做不同的腳踏 藍色紫色的系列 嗯 然後這裡是橙色的系列 可以配上一套 這邊是紫色系列 然後紫色飛鱗 紫色齒片 紫色的後序蓋都有啦 那現在來到giant的booth 那也是啦 最新的popel 非常之漂亮啦 這個圖裝 然後配這個 Ultra Cadex Ultra 50 眼簽的 船內線呢 但其實它的船內線呢 就是 這條線在下面走的 那這裡呢 就是giant的歷史啦 1972年成立 然後一直去 在這個時候 1997年呢 就有這條 壓縮車架 就是complete road design 就是他們發明的 那現在就去到giant五十年了 這個就是我之前在giant開會的 在台中的headquarter 那這裡就是TCR TCR的 SL車架 這裡有trans x的custom pin 美國棋啊 非常之特別 那這裡呢就看到很多 電車啊demo bike 就給這個參展 還有過來 看這個show的人去試踩的 可以看到 有不同giant和lip的爬山車 gravel bike去試踩 因為我們現在這裡全部都是泥地來的 非常之多的攤位啊 可以看到 這裡整個迷宮 簡直 那前面就是吃東西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買lunch吃了 可以看到這裡是燒雞 那這裡就是人吃lunch的地方啦 還有一些停車架給 車手去拍車的 剛剛就吃完lunch啦 這裡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還是戴口罩 穩陣 但是呢我就應該是 全場為一個戴口罩的人 這裡真的很多brand 甚至有些brand呢 我都沒聽過 所以就 都有很多新東西去看 那前面都有很多我們熟悉的牌子啦 好像這裡有 Paneracer啦 前面有 ODI 有Classify 做Victoria 那現在來到身後的就是 Paneracer的booth 那帶大家看一下他們的產品 我眼前應該就是他們的公路車輪啦 賣得非常之輕的 那樓下呢 就是他們最出名的Gravel King啦 尤其是在北美呢 都非常之流行 Gravel King 是在歐美啦 叫做最流行的一款 那可能在亞洲就沒那麼流行啦 因為可能我們都比較少一些Gravel的路去 去踩啦 但是單單是Gravel King呢 其實它都有很多不同的款 嗯 譬如有Gravel King的SK Plus Gravel King啦 自己啦 Gravel King EXT啦 Gravel King SS SK 那其實你看到 那個胎文呢 都很不同啦 所以你們到時候選的時候呢 就要多加留意啦 那現在這兩條呢 就是一個 Limited Edition Limited Color來的 這個就叫做 Turquoise Blue啦 然後這個就是 Sunset Orange的 那 最輕的那條就是 Argelus Light啦 那它去23c 去到160g 25c 165c 28c 190g 那真的相對 比起市面上 很多的胎呢 都是輕了很多的 你一個值得留意的就是 他們的胎呢 全部都是在日本製造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呢 就KH的BOOF啦 那在這裡看呢 他們就 就當然是非常出名 他們的電腦Mount啦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電腦Mount 都是在 美國製造的 那我在這裡就看到 他們 目前有的 Limited Edition Limited的顏色啦 都非常之特別啦 那KH呢 其實在這裡都看到 很多品牌都有用他們的 KH這個 computer Mount啦 那當然還有很多 專業的車手呢 都有用他們的 KH Mount啦 在這裡呢 就看到一個Chain Guide 那在 今年的 Paris-Werbet的賽上面呢 那都看到很多 Pro的選手呢 都有用這個 Chain Guide 那就防止他們會脫鏈啦 那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車隊呢 其實都是選用 KH的 電腦Mount的 那這裡就看到 就是 Integrated Handlebar的 系統啦 那現在很多 牌子啊 都有一體把 那這些呢 就適合 一體把的 車友去用啦 其他呢 特定一點的牌子 例如 TRAC的 MADON Gen 7 他們都有 為他們特別而設的 的一個 車把 的電腦把 那 非常之特別啦 還有非常之美的 造工啊 CNC啊 非常之高級 那 一體把的例子呢 就好像 現在這個Pro的一體把 他們都有 做一個 KH的 專貨一體把而出的 一個電腦Mount 世界冠軍的 戰衣 還有他的簽名 然後 他選用的 都是KH的 電腦Mount 那 我眼前這個 就是 MADON Gen 6 的 車頭 那他們是專門為他 而出了一個 電腦Mount 那 新款 Gen 7 都有了 然後 這個就是 他有一些 Display 不同的電腦Mount 那 非常之開心 工廠他都送了 剛才我們看到的電腦 Might View 了給我 那 非常之美的 我就選了藍色的 回到香港 就會馬上試用 那如果用 MOS 就是Pinarello 的一體把 那就 要用這個 電腦Mount 那 在這裡看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 我們現在就來到 Cram Barters的 Boov 那 在這裡呢 就看到 Mallet 和他們 最新的 顏色 Mallet Downhill 的 腳踏 那這裡就是 Stan 的系列 那 Cram Barters 就有一個叫 Match System 那 何謂Match System 就是腳踏 和鞋的腳板底 其實形狀是 很吻合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 那些紋啊 那 比如這個洞仔 那其實都是 完全貼服 在我後面這一對呢 就是 Stan Street 那 它的Model 是Street 那其實就是 因為 平時可能 逛街用也可以啊 就這樣 在City 踩車 用也可以的 那 還有BMX 都可以用這對的 那所以 為什麼它就會叫做 Stan Street 甚至可能 踩板用也可以 那我自己呢 就平時 出街用呢 都用Stan Street 還有其他的顏色 那 Stan Street 還有一個白色 黑色 還有手上灰色 還有這個紫色的 那在這裡就有 Stan Street Fairbill的系列 那 還有它的簽名 在鞋 一邊 鞋箭那裡 就看到它的簽名 那這裡還有 Stan 1 嗯 Stan 2 有Stan 3 那 那這裡就有 Stan啦 那我在這一邊呢 就有 Mallet 那 Mallet 和Stan的 主要分別呢 其實它的款 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Mallet 就是 鞋底 有鎖的 就可以放在Lock 那 而Stan 呢 就是 一個平 來的 那就是要用Flat Pedal 那我現在手上 這個就是Stan 那現在來到 肥色的 攤位啦 那 立刻帶大家去 看一下它的產品 那這裡看到 Vento 的 Argo Adaptive 就是3D的座位 展覽一下 它有什麼特別 3D座位 那這裡又寫 Stabilization 接著一個 Support Gift Soft Tissue Support 那其實呢 就是它3D打印的技術 就可以做到每個位置 就不同的軟硬度 那譬如這裡是很軟的 這裡呢 就會硬一些的 那中間呢 又是相對 軟一些的 那現在目前呢 只有3D打印的技術 才可以做到這些 軟硬不同的技術 除了一塊型之外呢 就是有這個好處了 那現在我拿到在手上呢 就是最新Argo 00的Adaptive 就是3D座位 那 那 跟普通Argo有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00系列呢 就是 不單是這個鬼族 是用Carbon的物料 甚至連 它那個 座位的底片 就是整塊這個底 都是Carbon來的 那這個就是 特洪王 Argo R1Adaptive 跟Argo00 的最大分別 那來到這裡 就是FISIC的 山地系列 那其實如果看到 它的牌呢 是墨綠色呢 那就是山地 系列的座位了 那這裡有一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叫Alpaka的座位 那其實它就是 有些工具在後面 還有這兩個位置 可以放CO2 那一爆胎 或者換胎之後 都可以馬上有個CO2 是打回唱條胎 那跟大家看完 還有FISIC的座位 那其實FISIC除了 座位出名呢 其實它的鞋呢 都是非常之出名 非常之多的 玩法車手 專業的車手 都用它們的鞋 那鞋的 那鞋的方面 就主要有 還有VENTO INFINITO CARBON2 還有TEMPO DECOZ CARBON 那 主要分別就是 這個有兩個波瓦 然後 樣子就是這樣的 那它還有 第二個系列呢 都是兩個波瓦 這個支撐在這裡 這個系列 就會是 他們最頂級的系列 做Racing 那些 都會用這隻鞋 那所以它都有寫 是Rode Racing Shoe 那 而旁邊這裡 就會寫著Rode Shoe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 都是用同一個 CARBON底 但是 它就舒服一點的 Comfort一點 還有Performance一點的 因爲 所以就是這樣 它就會用了一個 波瓦扣 當然不少得 我現在後面這個 的意大利品牌 當然就是PINARELLO 那一來呢 就見到一個DOT MAF 然後這裡就有PINARELLO的 Raffle Bike La Granville 還有呢 這裡就有最新的App Series X Series 然後這裡又有 第二家DOT MAF 那除了X Series 還有DOT MAF 還有一件事是香港沒見過的 而這個系列就是他們的E-Series 其實就是他們的電車 香港目前就未合法 希望之後合法的時候 都可以帶到這個E-Series的電車 這個還有另一輛 很簡潔 就這樣遠看就完全看不到 它是一輛電車 它的馬達那些就在那裡 估計電池就會在那裡 在它這個上面 在top tube那裡 還有一個顯示 應該是顯示電量和速度的顯示屏 我們Sea Alters的第一天就完了 現在就走回去停車場找車去吃東西了 我們現在走了大概五個小時 讓你們看看周圍的環境 然後呢 還在找我們的車 因為這裡呢 我們拍的 全部都是拍在草地上面 所以呢 我們都是靠記憶 拍在哪個山頭 再去找車 但是山頭呢 風景都不錯 在那裡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